SCP-352 Baba Yaga 雅渣婆婆 項目等級 Keter 特殊收容措施 SCP-352 Baba Yaga SCP-352 的收容區域應在任何時刻保持蜜蜂 任何與SCP-352 的人類互動都是禁止的 任何與所有的互動都應通過機器人或其他遠距離方法 當需要人類互動時 應實施全套危險收容防護協議 此外,所有人員都應佩戴救生所 當任何人員開始表現出奇怪的舉止 他們將立刻通過救生所被移出收容區 任何人員在跟SCP-352 互動或接觸過他的毛髮後 如果報告出現幻覺,應立刻被隔離 任何在收容區中或附近工作人員 必須接受隨機精神與身體測試 任何發現被污染的人員將立刻被隔離 被SCP-352 攻擊過的人員 只有在沒有被咬的情況下才能痊癒 SCP-352 只能在一週內餵食一次 如果SCP-352 攻擊過任何人員 餵食將被延遲為一個月一次 描述 SCP-352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年邁且瘦弱的女性 有著不確定的年齡和種族 SCP-352用古俄羅斯語 但口音和方言都讓翻譯變得非常困難 SCP-352極度不願交流 而且迄今為止大多數的對話都是恐嚇和復仇聲明 SCP-352從未自保任何姓名 由於它的暴力天性 讓確定任何背景身份資訊變得幾乎不可能 SCP-352擁有遠高於它外表年齡 與勝利尺寸相同的人類 所應擁有的力量和速度 並且已被證明可以輕鬆帶著200公斤以上的負重 以超過時速70公里的速度移動 SCP-352能夠從對普通人來說的致命傷中痊癒 包括斷頭和開膛 根據傷勢程度 恢復時間從幾天到幾週不等 SCP-352的內部與普通人類女性沒有區別 有時肌肉、骨骼以及符合其年齡的器官 對組織樣本的測試沒有得到結果 SCP-352有能力隨其意願的 在身體各處長出如頭髮一般的細線 這些線可以在一小時中增長幾公尺以上 並且至少一部分是在SCP-352的控制之下 這些線被觀察到在地板上蔓延 並能夠爬上牆和其他建築結構 這些毛髮是半透明的 又也很難觀察到 並且比普通人類毛髮更脆弱一些 這些線被一層生物酶包裹 其與SCP-352脫裔中的生物酶一致 SCP-352會製造一種生物酶 多數包含在它的毛髮和唾液中 但也在其身體組織中存在 它是如何被製造 以及確切的化學組成人數未知 這種煤在接觸到人體組織會產生反應 並快速攻擊神經系統 症狀幾乎立刻出現 包括幻覺、幸福感、認知 或可以說邏輯思維障礙 以及疼痛感覺障礙 這種狀態在輕度暴露後會保持幾天 在高度暴露後會成為永久狀態 被SCP-352咬後 99.9%的情況下會變為高度暴露 SCP-352能夠以極少的肉食生存下來 對人肉有著極大的偏好 SCP-352會編織出一張毛髮的網 並等待獵物暴露在其煤後 變得更加溫損 SCP-352一般會將獵物的四肢移除並吃掉 以防止其油蕩走掉 人類被觀察到持續保持著愉快的狀態 並且對外界的一切沒有認知 即使他們的四肢和身體組織已經消失 附錄發現筆記 SCP-352在俄羅斯南部被發現 在小鎮的附近 關於魔法森林和一個導致死亡的女巫的報導 最初被忽視 史達爾報導稱女巫被找到並捕獲 當基金會特工回應時 小鎮已經變為廢墟 一些被肢解為不同程度的屍體被發現 血跡顯示出更多的屍體被拉進了魔法森林 搜尋角組處理並捕獲了SCP-352 但由於SCP-352的攻擊並暴露在眉下 導致了嚴重的傷亡 大量的毛髮也被發現 並相信是大量暴露事件的原因 由於其被認為是蜘蛛網或員工自身的頭髮 所以沒有報告 直到幻覺發生 附錄 行為比計 SCP-352對於其他任何肉類來說更喜歡人肉 且對0-2歲海童有特別偏好 在消耗死亡人肉後 觀察到配合程度大幅上升和攻擊人員行為的減少 目前正在考慮對其當前膳食的可能調整 附錄 在初步測試後 使用SCP-604和SCP-1680來作為SCP-352更高效的食物來源的提議 正在等待項目主管的批准 以上就是SCP-352 SCP-352的外表是一位老年女性 擁有極高的力量與速度 並是吃人肉 接觸到SCP-352的毛髮或脫移的人類會陷入幻覺 並進入一種幸福的恍惚狀態 SCP-352便用這種能力不食人類 所謂的巴巴雅嘎其實是俄羅斯傳說中的女巫 常出現在各種童話裡 她的外型是仇惡的老夫人 專吃小孩 並且能乘坐魔舊飛行 某方面來說 巴巴雅嘎與民俗故事中的虎姑婆有點相似 稍微解釋一下最後提到的兩個SCP SCP-604是一套能將普通的食物 轉化成人肉的餐具 SCP-1680是一群叫做 Tiler Buchanan的8歲男孩的複製品 一輛公車會隨機出現在一個特定的地點 放下一個SCP-1680個體 然後消失 在文檔中 基金會目前持有2410個SCP-1680個體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很不喜歡吧 希望做成了SCP的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